黄荣为何讨厌杨过 杨过使过一门招式 让黄荣想起受辱的黑暗时刻 在嘉行追击里莫愁的时候 郭靖黄荣机缘巧合之下 偶遇了故人之子杨过 得知杨过就是杨康之子 郭靖心许若狂 历史表示要带杨过上桃花岛 此时此刻的黄荣也表示同意 他对杨过的第一印象就是长得很像杨康 然而并没有心生厌恶之感 到了桃花岛 黄荣认为杨过自小就流落街头 还不能马上跟着郭靖修炼武功 于是找来了四叔五经培杨过苦毒 让杨过知道什么叫做仁义道德 可当杨过长到二十岁的时候 黄荣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那时杨过走进乡城仇奔郭靖 还和郭靖同床共枕 就当杨过掏出匕首 企图行刺郭靖之时 黄荣恰逢其时的出现了 他将郭靖喊出了窗外 千叮万嘱了一番 此时的杨过刚回襄阳城不久 他和黄荣多年未见 黄荣又是怎么发现 杨过图谋不轨的 十六年后 黄荣对杨过更是处处地方 甚至有了被害妄想症 原来郭香曾和杨过 在风陵渡度度过了两天两夜的时间 待郭香回了襄阳城之后 黄荣暗中发现郭香总是魂不守舍 因此黄荣断定 杨过趁机夺了郭香的真结 无毒有偶 当杨过亲临襄阳城 给郭香庆祝生日之时 黄荣更是全副武装 大有一副要和杨过以密相搏之事 原文学道 黄荣先回自己房中 身边暗藏 精致暗器 腰间插柄短剑 再拿竹棒 然后往后花园来 他知杨过此时武功大肥犀礼 实施个可谓可不的强敌 丝毫不敢待乎 不难看出 黄荣对杨过的行为 预判有的准确 有的则是大错特错 好比杨过突然走进襄阳城 试图刺杀郭靖的举动 就被黄荣看穿 但黄荣却错怪了杨过和郭香之间的关系 黄荣甚至还以为杨过会大闹襄阳城 替死去的小龙女报仇血恨 黄荣哪里知道 杨过早就蜕变成一位杨善储 杰富济贫的神雕大侠 他要是真的报杀父之仇 断臂之恨的话 郭福 郭香早就死于非命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不管杨过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到了黄荣那里都会变了味道 要知道的是 刚上桃花岛的时候 黄荣还会教导杨过读出血字 力图将他培养成一个可塑之材 可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黄荣彻底改变了对杨过的看法 以至于杨过的善举 都会被黄荣歪曲的不堪入目 其实杨过当年曾施展过一门招式 让黄荣情不自禁地 想起了自己受辱的黑暗时刻 郭敬黄荣夫妇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二人将杨过带到桃花岛之前 西多欧阳风早就截足先登 提前收了杨过为一子 还将自己的绝血蛤蟆功悉心传授 由于武士兄弟的排挤 杨过和他们在桃花岛的海边 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打斗 武士兄弟仗着从郭敬那去来的武功 不断殴打杨过 还将他的头塞进沙里 杨过窒息难当之际 猛地使出了一招蛤蟆功的招式 历时扭转乾坤打败了武士兄弟 听闻杨过使出了蛤蟆功 黄荣飞不奔来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查看武秀文 有无性命之忧 本而急不走到杨过面前问道 欧阳风呢 他在哪里 此时的杨过吓得说不出话来 但黄荣还是迫不及待地追问 这蛤蟆功欧阳风什么时候教你的 金勇雪道 杨过似乎听见了 又似乎没有听见 双眼失神落魄地望着前面 嘴巴紧紧闭住 生怕说了一个字出来 黄荣见他不理 抓住他双臂 连声道 快说欧阳风在哪里 黄荣连问三次欧阳风在哪里 以至于问道后来失去了耐心 还一把抓住了杨过的手臂 这显然和黄荣平日女中诸葛的形象 背得而驰 看到这不仅想问 黄荣和欧阳风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才让黄荣如此气急败坏 乱了方寸 原来在多年前 欧阳风为了一窥 就因真经理的奥义 不惜耗费心血 追踪黄荣的踪迹 欧阳风眼见黄荣和郭靖分开 以人独自被杀 于是在华山脚下阻击了黄荣 并将黄荣辱到了华山的一个无名山洞里 根据郭靖对华正的诉说来看 黄荣足足消失了半年之久 等于说黄荣被欧阳风囚禁了半年的光景 在和欧阳风相处的半年里 还发生了一件事 让黄荣至今难忘 那时黄荣自始至终 都不肯吐入 九云真经的奥义所在 欧阳风失去了耐心 开始采取非常手段 书中是这么写的 黄荣叫道 不要脸 我偏不教你 欧阳风连声怪笑 医生道 我瞧你教事不教 只听到黄荣惊呼一声 哎呀 接着吃的一声响 此时衣衫破裂 黄荣是一个尚未出嫁的黄花大闺女 但她的衣衫 却被欧阳风硬生生撕烂 对于古灵精怪的黄荣来说 这件丑事 不一是一个奇耻大辱 因此 日后的黄荣只要听到 关于欧阳风的蛛丝马迹 难怪会心急如焚 甚至惊慌失措 在历经了这件事之后 黄荣对杨过的态度 有了180度的转变 在她的心目中 杨过就是吸毒欧阳风的传人 对于这个小毒物的一举动 黄荣自然会带着 有色眼镜去看待了